金山湖上 了解镇江五口通江的历史 镇江很长时间 它处在长江 汇入大海的一个喇叭口 所以以前这里镇江就是海门了 锅盖面中 品尝南北交融留下的风味 这面有一点点硬 非常有嚼劲 面上面是裹了那种 之前熬制好的酱油 就觉得很香 泰山湾里 感受爬山运河的历史变迁 我们泰山湾又被誉为 江南运河的屋脊 吴松高层33.6米 是整个江南运河最高的地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 第三十集 江河交回画镇江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大运河设置组 继续江苏省镇江市的行程 结束丹阳市的拍摄 这一站我们来到镇江市区 镇江地处金航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自古以来就有五远门户九省通渠之美城 北宋时以镇守江房之要地而得名 是长江上下运河南北交通往来的枢纽之一 出到镇江市 设置组首先来到了北顾山 这里也是市区内远眺长江 对江河交汇的黄金水道 明清时期就是草粮转运与储存的重要城市 不远处就是昔日沟通长江与运河的大小金口 这一次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 走进镇江的大街小巷 找寻历史留给这座城市的印记 北顾山位于镇江市区东北侧江边 高约55米 与西侧的金山和东侧的礁山乘机角之时 环保金山湖 举木远眺 长江上水运繁忙 货船往来不断 金口瓜粥溢水间 我们所在的这一侧是北宋文学家王恩史 创作的七言绝句 博传瓜粥里的金口 对岸西北方向就是扬州的瓜粥古渡 近处北顾山下 就是昔日大运河通往长江的干路口 从北顾望码头上船 施质主来到了金山湖上 近距离了解古城镇江与大运河的渊源 钱老师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船新驶在金山湖上 蓝天碧水非常的好看景色 是的 像金山湖和长江 大概是什么样的位置关系 结果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水域非常宽阔的金山湖 原来它就属于这个长江的主航道 但是后来由于这个河道变迁 然后泥沙逐渐的堆积 长江主航道就北移了 所以北移了之后 我们这块水域呢 目前已经在东西两端分别建了闸 西边是江海之门 东边是叫江南坝 所以它就相对来说变成一个内陆湖 那主航道已经在北边了 潜心告诉我们 唐初镇阳江面最宽达40里 曾是长江的入海口 后来长江入海口逐渐东移 中唐以后才远离镇江 在历史上 镇江境内的大运河多次改道 曾有大金口 小金口 甘露口 丹土口 越河口 五个入江口 我们从最东边说起 那么越河口是春秋时期就已经有这个人工水道了 但是它的这个水道呢 是在吴越鲜明 就是沟通自然水系的基础之上 所以它的人工的段落应该不是很多 那么它当时的这个入江口呢 就越河口 到了秦始皇呢 它凿段这个长岗 把这个入江口 吸移到丹土口 缩短了和寒沟的距离 然后到了这个东吴时期 孙权 他为了这个建立它的霸业 在镇江驻铁温城 然后同时呢 开凿了一个叫金口河 也称之为甘露口 甘露渡 大金口呢 目前学者认为它是在中唐时期 就是有一个润州的刺史叫齐焕 为了使得这个镇江过江 就是更加近距离的接触 这个齐焕呢 就把曹路迁徙到这个大金口 到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 镇江保护得非常好的一个入江口门 叫小金口 是北宋天盛七年开凿的 它当时主要是为了这个 缓解大金口的一个压力 因为曹船太多了 地处长江与运河交汇出的镇江 在隋阳帝大16年 也就是公元610年 赤川江南运河之后 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中唐时 经镇江水路中转的草粮 占到全国曹运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到了明代 随着金航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江通东西 河连南北 镇江江和交汇的交通优势 进一步提升 明代中叶 就是叫江南牧业鼻祖 有这么一个称呼 它当时呢 主要是从长江的中下游 比如说江西啊 那些地方产木材 因为大家都知道 江南它是不大产木材的 所以就运输到镇江 镇江这个因为它的地理位置 它有一个地方叫粘鱼套 这个弯啊 它的头大尾小 像粘鱼的形状 它非常适合存放这个木材 然后外面还有芦苇 就还有遮蔽的效果 那么镇江这边主要是干什么 它就是扎法和放法 扎呢 就是木头运过来 它是什么样的都有嘛 它分三层一般 卖相最好的放在最上面 然后有一些客商一看 嗯 不错 它就会订购 然后呢就放法 因为这个木材要在江上去漂流 它这个是有很多危险的 比如浪高了 比如哪里有礁石了 所以放法的技术呢 也是非常重要 也是很难的 前行介绍 明清时期这里的竹木牌的集散量 在江苏省来说仅次于南京 委居全省第二位 弱大的竹木牌市场活跃着灰商 物商等木材商 他们把集中在这里的竹木牌法 通过运河运往苏州 长州等将这一带销售 即使朝廷采办黄木 这里也是重要的采购基地 你看我们这个照片 根据它的这个衣服的着装 还有这个草帽 那就是五六十年代的 而且最重要的 这上面我们看到是女性 我觉得非常的勇敢 能看出来当时的江浪 还是非常的大的 是的 是的 这个水花很高 这个应该是在长江上的 长江上 对 还没有进这个运河 进运河是要进闸的 没有这么宽运河 而且这个木阀 它是很长的 对 像这木阀上面 这些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这些人呢 不完全是镇江人 他有的时候是 跟着这个木阀去漂的 可能再要把这个货送过去 可能要一两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个房子 冬天它会很冷 夏天会很热 条件不是很好 那么还有像他们喝的水 就是从长江里 打上来的水 放一点冥帆 净化一下 前行告诉我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从北谷山上向西望 还可以看到 长江边繁忙的排阀站 后来随着1998年 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排阀运输 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长江与大运河交汇 塑造了镇江的城市风貌 也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金山湖上岸后 前行带我们来到了 镇江古运河上 最重要的一处水利设施 金口渣 我们现在来到位置 叫大金口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 这个考古发现 就是这个宋代的 金口澳渣系统的一部分 金口渣 东渣起 以前运河的走向 就是沿着我们身边 这条马路一直往前 是是是 就是往那边是通江了 那边就连着我们的这个古运河 金口渣 是古代江南运河第一渣 也是大运河文化遗产 很重要的标志性水利设施 在大金口西侧不远处 就是西金谷渡 自唐宋以来 镇江港转运的草粮 大都通过大金口 从西金渡江连 经过金山 到对岸的瓜州渡 再行北上 一般的渣是单起 单个渣 但是它的这个管理 因为这个水位落差的原因 它不能通过一个渣去调节 还有它的功能的多种需求 比如说船在江面上 遇到问题在这里要避一段时间 还有的时候 要出去的船比较多 它还要在这里停留 很多船在这里 所以它就从东向西 分成了五个渣 上渣 中渣 下渣 腰渣 和这个金口渣 五道渣形成四个市 北边有两个澳 叫积水澳和归水澳 需要用水了 就从它们那里掉水 去调节 前行告诉我们 澳渣的设计 满足了通行 供水 储水以及舶船的四种需要 积水澳面积略小 地势略高 保持有较高水位 负责向闸内供水 归水澳接受闸内排水 并在需要时车水补充积水澳 两澳都设计有小闸 通过管道与上下闸之间的闸式相连 其中第三闸式下闸 与腰闸之间长约910米 在长江风大浪高之时 还可以为船舶提供避风 舶船之所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说走过来 这是东杂体 然后这个是一个码头 有的人也从这边可以上岸 非常清晰地可以看到这个砖头 包裹了不同年代的这个杂体 最外面这一层很整齐的是晚清 为了加固里面这个 看起来比较沧桑古老的石头 是明代的 它这个杂体 那么还有的宋代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挖出来 它是一层层包裹出来 我看好像在石头上面 有一个一个小孔 那些孔是用作什么功能 一块一块的大石头 它要保证这个杂体的牢固性 它是用这种损毛结构的原理 把这个石头的形状 就是说把它抠制成那种像梯形 钉子啊 加在这个里面去 石头之间就不容易松很紧 班博的石墙 依旧见我的龟夫 曾经见证这里的繁盛景象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 元代以前 金口渣宽度超过20米 1933年 运河被填埋修筑成马路后 金口渣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虽然大金口已不见踪影 但金口傲诈的设计 却为后人建造行与枢纽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离开金口渣 前行带我们来到西金度的制高点 云台阁 这里也是俯瞰 镇江全貌的最佳地点 在云台山脚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片矮房子 就是镇江的老城区 是的是的 矮房子过去 然后就是东边往那边去 就是新城了 特别是咱们这个运河为界 运河外边都是老城 运河里边就是新城了 大概的方位就是在 那个蓝色玻璃高房子的下面 那镇江的一个地貌是什么样子 一江横成三面连岗 所以它很长时间 它都是沿着长江东西走向发展 很难往南边去跨越 因为南边还有南山 十里长山 这个镇江是在整个江南运河当中 地理位置是最高的 所以它也叫江南乌脊 从这个丹阳过来 那边有很高的一个地方叫泰山湾 它都是在这些丘陵地带当中去 早开了我们的运河 前行介绍 镇江地处江河交汇之处 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 西周时这里是以后风地 以是镇江最早的地名 后来曾使用过珠方 古阳 丹土 金口 润州等名称 镇江鄂南北要冲 战争时是江王要塞 和平时则是繁忙的交通枢流 隋阳帝贯通大运河之后 由于江河交位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它就一下子地位抬升了 已经变成了曹永咽喉 所以它这个南来北往 不仅运草粮 也有很多人的迁徙 早在永迦南渡的时候 就已经有因为北方的战乱 已经有人从中原地区南迁到镇江 镇江历史上也有一个名称叫南徐 那就是因为我们是徐州专门安置 这个侨民的 您了解的江淮方言和当地 镇江本地的方言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能为我们说两句吗 比如说像我们镇江讲这个 去不去 去不去 他说科不科 科不科是哪里的方言 就是镇江话 镇江本地话 它很生硬 它就没有那种无农软语的感觉 因为从大洋开始 就已经是无方言了 包括这个苏州啊 像这个无锡啊 都是无方言 他们就是经常叫无农软语嘛 跟镇江这种很硬的风格 是不太一样的 站在云台阁放眼望去 润阳大桥横跨长江 把苏南和苏北地区连接了起来 今天的镇江 大运河依旧繁忙 不过交通方式更加多元而便捷 镇江地处上海都市圈 和南京都市圈交汇出 长江十大港口之一的镇江港通达江海 城区内 沪宁铁路 沪宁高速公路横管东西 京湖高铁 京湖铁路 连通南北 交通和运输的便利 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 锅盖面中 品尝南北交融留下的风味 这面有一点点硬 非常有嚼劲 面上面是裹了那种 之前熬制好的酱油 就觉得很香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三十集 江河交汇化镇江 正在播出 云台阁所在的西京都 曾经是大运河上的一处 重要商贸码头 至今这里还保留着 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 从云台阁下来 跟随潜星 设置组 前往西京都一家 锅盖面品鉴馆 正将作为南北交通收留 饮食上带有融会四方的特点 锅盖面品鉴馆 就在西京都的北部 刚到门口 我们就看到了 闻名显尔的跳面场景 面团烤的有时 有时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 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 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是啊 竹竿很嫩 它压着面团 没有弹性 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 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三公分 三公分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是啊 它每次的沉入 它的面团用镜都不一样 你看我这边跳舞 好 我看一下 试一下看 每次镜都不一样 对 很有意思 一直走 一到最后一直走 开始肺筋 因为它面团整压 整压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资深的体重 对对对对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对对对 杨杏才制作锅盖面已有18年 它告诉我们 正将锅盖面有 调 跳 飘 熬 焦 五字秘诀 首先在活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 时间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 少则发酸 熟好不挺阔 多则泛黄 时时烧心 只有掐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 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 筋道柔韧 在观察杨杏才挑面一段时间后 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 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我试一下 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脚上挑一下 这只脚 对 左脚是放在这里又有一个盘杠 现在就可以压 这样子 对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对 这种就可以吗 我这动作标准吗 现在可以 可以 但结果就可以了 结果它一薄 它就可以再粘了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 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对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对 你看 压在这里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 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 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 对 有的地方太厚 有的地方太薄 可以看得出来 对 杨信才告诉我们 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 需要将内侧倾斜15度左右 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 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至7厘米 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 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一个小时 让面皮有韧性 在跳面的同时 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 防止粘连 刀起刀落间 切面被杨信才展现的极副节奏感 整个过程如行于流水一起喝成 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 厚2毫米 长20厘米左右 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 就可以捞上来了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这个大锅里面是挑一个锅盖的 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对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对 一直要煮的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 它可以吃到压面的作用 另外这个锅盖它是水塞木做的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不可以的 塞木它可以 一个是防水 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让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 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对 它都在飘 你看 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来 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把水分甩干 然后再放进去 山姆锅盖漂浮在瘦打的面锅里 蒸腾的水物泛起阵阵面香 面条在锅盖下翻滚 仅四周透气 但无论怎么煮 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便 据说 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 吃在嘴里非常筋道 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 今年62岁 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焦头 都是提前做好的 胡椒牛肉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 牛肉的哪个部分 肚子下面 牛腩 牛腩 香肠 牛肝肥肠 就是猪大肠 唐鱼 干切牛肉 腰花 虾仁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焦头是哪一种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唐鱼和腰花 各色各样的焦头 有混有素 色彩斑斓 烫在汤里香在碗中 黄玉霞告诉我们 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 除了面和焦头 还有碗中的汤炉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 酱油吗 酱油和猪油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 面条没有油脂不好吃的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同等的 同等的 一比一的比例 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肝 香肝 听当地人说 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 相传乾隆下江南时 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 张嫂子忙中出错 勿将汤罐上的小锅盖 荡成大锅盖 料到面锅里 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 还被乾隆皇帝夸赞 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 黄玉霞告诉我们 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 《智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 酱 临近 多 扬起于此 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智顺镇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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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得更好 熬得更好 生活挺好 东西就挺弄多了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 是跟谁学的呢 跟我师父啊 我师父现在也老了不住了 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那您当时是 因为什么说要学这个锅盖面呢 本身自己也要学面条 就想着嘛 就学这么一行嘛 黄玉霞告诉我们 如今学做锅盖面的 大都是中年人 只要有人来学 他都会教 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 几乎每条街巷都有 吃面早已经成了 当地人的习惯 所以他并不担心 镇江手艺会失传 钱兴从长州来镇江顶居 已经40年 平时的早餐 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 吃镇江锅盖面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 有多少年了呀 镇江是无文化的发祥地嘛 我们是以吃米饭啊 就这个为主的 镇江这个面 它从这个永远南都之后 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 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 就慢慢带到这边来 然后我们是在一个 江河交汇的地方啊 大家很多时候 到匆匆忙忙去 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 所以吃面也比较快 也比较方便 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 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难方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 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 觉得有点甜 会有满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 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 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 就是汤料特别好 对 非常香 所以泡了油条 油条是炸过的嘛 炸过的有孔 就很容易被吸收 就脆 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 汤汁就很好吃 锅盖面 腰肉 香醋 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 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 我们能感受到 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 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 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 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 如今 镇江城内的古运河 蜿蜒在林立的高楼之间 人们对它的记忆 不仅是那段 曾经辉煌的曹运历史 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镇镇玉乡 泰山湾里感受爬山运河的历史变迁 我们泰山湾呢 又被誉为江南运河的屋脊 浓松高层33.6米 是整个江南运河最高的地方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大运河》第30集 江河交汇化镇江正在播出 镇江段大运河地处太湖平原 向宁镇丘陵过渡地带 是苏南运河中地势最高的一段 设置组从市区出发 半个小时后来到了镇江市金口区 大运河在金口区建壁镇内与长江交汇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了解这段航道的历史变迁 跟随建壁船查管理所副所长张昆仑 设置组首先传心来到泰山湾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泰山湾这边 这个地方是处于整个航道的什么方位啊 如果说从这个苏南运河落口来讲 这个地方是从建壁落口往南7到8公里的位置 我们泰山湾呢又被誉为江南运河的屋脊 海拔是吴松高层33.6米 那么是整个江南运河最高的地方 那么这段航道呢 由弯道九曲十八弯是怎么形成的呢 公元前200亿圣连呢 我们镇江这个地方呢 设计上是落海口 长江的落海口 那么这个地方呢 由当时著名的叫金江潮 也是开挖土旺运河的时候 有意采用这种取直开挖航道的这种模式 来消除这个潮水 对这个运河当中形传的这种危害 张昆仑告诉我们 1994年航道升级改造之前 泰山湾是一个由三段近90度的弯道组成 如今从空中俯瞰 虽然泰山湾仅剩30度左右 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壮丽的景象 放言望去 运河就像一条玉带蜒蜒在田野间 如今的泰山湾两岸绿一昂然 纵贯南北的运河依旧充满活力 沿运河一路向北继续行驶20分钟后 张昆仑带我们来到苏南运河的第一座内河服务区 你好 这边是已经把船上的垃圾已经弄好了是吧 对啊 我们都分好了 哦 是不同垃圾放到不同的袋子里面 对对对 现在这个所有进入苏南运河的船 和死出苏南运河的船 都要通过这个垃圾上岸 这个构起的生活垃圾上岸 还有这个船上的这个生活污水上岸 还有这个机舱里面的油污水也要上岸进行分离 我看这边是把垃圾投放进去之后 这边是有一个什么单子呀 这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干嘛用的呢 下一站检查他要查理的证据 就是说于我们评证 11658船于极点极点在苏南运河 镇江水上服务区 对啊 一共是1.81公斤 然后分门别类的 哪一种垃圾多少斤都已经完全标示的很清楚了 它说明你没有从其他地方投放 张昆仁介绍 金航运河镇江水上服务区 是整个苏南运河上最大的一座内核服务区 服务区占地总面积113.35亩 暗线全长1056米 主要功能是保护运河 同时为过往的船只提供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 设备维修补充物资等服务 在我们拍摄期间 设备的调试人员正在向船员培训如何使用装置 你好 你好 这里是处理生活污水的设备 是的 我看是有跟管道一直连接到船上的 是的 通过这个管道 拿到我们这里面 然后通过一个业位控制 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一个业位 那么它通过这个笨 就把我们这个水 抽到上面的一个处理装置上 像这个生活污水的处理装置 是什么时候安装在这里的 是在7月份这样的 今年7月份 对 所以说在整个镇江段 其实是个很先进的设备 对 这个在镇江段 在江州城是属于比较第一个了 这个是很有一个示范作用的 王明洪告诉我们 通过接收轨抽取船上的生活污水 仅需5分钟左右 在没有服务区的地方 他们也会使用服务船 在运河上收集货船污水 跟随王明洪 我们来到岸边的一个机房 这个机房 可以对处理过的生活污水 进行实时监测 我们身后这几台机器 叫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 对 是的 它能够监测哪些数据呢 像这台仪器 它主要监测的是一个 总领的一个数据 而这台监测的是一个COD的一个数据 这台监测的是一个 这个黯淡的一个数据 是这个污水中 比较关键的一个三个指标 然后像这个总领 我们出来的数据 要控制它在小于等于1的 一个情况下 就是现在是0.6 对 对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处理出来的水是合格的 达标的 那生活污水 经过进化之后 是排向哪里的 主要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草坪的一个灌干 很多余的水呢 我们就直接纳入 这个污水的管网 处理过船上的污水 我们跟随李健生 来到他的货船 今年55岁的李健生 是江苏淮安人 已经有33年的跑船经验 他告诉我们 这条船是他和妻子 黄启荣使用的第六条船 2017年 他们花了110万元 购买了这条船 如今他的大女儿 也和他一样 在运河与长江之间跑运输 小女儿和儿子则选择了 在城里生活 我们走进这个生活舱 感觉整体还挺宽敞的 是不是条件 比之前好很多了 是的 是的 你像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就是客厅 有沙发 后面还有空调 然后里面是卧室 还有厨房 平时生活在这儿 感觉怎么样 可以 我们习惯了 那一年有多少天 是在船上的 有四个月在船上 除非到小孩那边过两天 我们的春节 中秋节 但是我看小孙子 好像是在这边 小孙子上学了 就九月份开学了 他们带去了 他们暑假的时候 会来船上玩是吧 对 我们拍手时正值盛夏 船舱内的温度 已经超过40摄氏度 夏天温热 冬天寒冷 是跑船人最大的艰辛 虽然辛苦 但是依靠跑运输 李建生夫妇 每个月能有 近三万元的收入 李建生告诉我们 这趟行程 他们是从浙江杭州出发 行驶到这里 用了两天半时间 接下来 他们准备通过 进笔船闸 沿长江去往南京拉火 现在船过船闸 和以前相比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了 方便 手机游往 现在远船就登机了 您能给我们看一下 您手机上的那个软件 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是您的船的 基本的信息 盘杂等待的顺序 是358号 是是是 杂上没提示 排到我来 我就过渣 我看一下这个过渣申报 看有传播进高 吃水 货物种类 对 还有其他登记信息 这个都是我过的 过多少张 全部这几张 这还挺一目了然的 这种颜色就说明我和这区别没过去了 那以前过渣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 以前过渣要上去登记 要烘牌制 以前像过一个渣要花多长时间呢 等渣出了多了 航行好了 有等过疫情期的 没有现在很 现在有三个小时 还有一个小时不要靠船 张空龙告诉我们 2017年江苏省实行水上便捷过渣系统 建壁船闸作为江河交汇点 首先进行试点推行 船民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排号调度付费过渣 离开服务区 我们继续向北船行 十分钟后来到了渣壁船闸 渣壁船闸地处长江和金航大运河 这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交汇口 是连通南北两段金航运河 最便捷和最安全的水运主通道 渣壁船闸由一线船闸和二线船闸组成 2018年7月 建壁船闸成为江苏省航道系统 第一批推行水上一体C智能 便捷过渣系统的大型船闸 因为现在是中午 从实施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过渣的船只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多 对 我们是引航道到扎口这一段距离 是被允许就是说非过渣船舶进入的 那么只有这个吊道的船舶 马上要进扎的船舶 才能死落引航道 然后到停靠在这个扎口 那么说其他没有吊道的船舶 都是在引航道之外 或者在江口的毛迹进行靠拨 建壁船因为地处长江交汇 运行的这个模式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有正常的就是 每个船都开放的这种套杂运行 同时我们会利用长江的掌楼船 设时的开放通杂 张坤伦告诉我们 建壁船杂的年设计通过量 是4433万吨 但现在利用长江的潮雪掌落 适时开放空闸 建壁船杂年存补通过量 已超过1.5亿吨 使沪宁铁路 单线年运数量的4.2倍 这是这个江苏省联网收费系统 在这个上面就能看到 我们上下游带着的这个 船舶的具体情况 主要监测的数据有哪些 它可以看到我们登记的船舶的数量 时间及空中 是否危险品 对 还有它的脚背情况 我看这里还有什么危险品船 像这个如果是打了信号是怎么办 这个就是提示 这个是我们危险品船舶 对 点击的时候就会看到 它是否装的是什么 是什么样子的船舶 它是船员自主上传照片的 那如果是危险品船舶 你没有特殊的应对的办法吗 有 危险品必须单独放 不许那个货船一起 我们从晚上六点钟 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 我们是不允许放危险品船舶的 因为这个夜间航行 它的安全系统不能保证 那渐币船舶整个过船的 收费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单放货人呢 每个总的只有八毛钱 船对 过船是六毛四 近年来 渐币船舶 还对使用液化天然气等 清洁能源的船舶 实施优先过渣 以此鼓励过往船只 使用高小清洁能源 离开吊路时 试制组登船来到闸口 随着闸门缓缓打开 一条条货船进入闸市 张昆仑介绍 闸市长230米 宽20米 可以同时容纳 八条千吨级货船过渣 现在那边是能看到 有水源源不断地在往闸内 在灌水 对 我们长江水 现在是将近6米的水位 而内河水只有4米4的水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两边闸门关闭了 闸市里面是和内河水相平的 这个时候就要打开那个阀门 看到了 打开阀门 然后把长江的水灌到闸市里面来 一直要灌平为止 其实站在这里能看到那边的水流 还是很宽积的 对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水已经开始翻花了 闸门下面它有很多网络状的小孔 我们闸市里面设计的叫销轮池 那么这个长江的2米多的水位 它冲进来 通过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网格 销轮池 把这个涨水的能量就消掉 这样这个闸市里面的船呢 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 是这样子的 张昆仑告诉我们 一条货船大约需要15分钟 就可以通过渐壁船渣 驶出渐壁船渣后 顺着上游引航道继续行驶1500米 我们来到了长江 奔腾的江水繁忙的货轮 与运河相比 长江上的风浪很大 也更加辽阔 我们的船现在已经从运河驶进了长江 正好赶上了夕阳西下的景色 真的是太美了 半江色色 半江红 就觉得整个江面现在都闪烁着太阳的光芒 对 您小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运河边 在长江边长大 对 我们小时候在镇江 进口扎这个河口 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运河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童年的这种欢乐 夏天的吸水 大孩子们可以在运河里面 游到长江的木牌上 那种感觉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由衷地钦佩 那么进了单位之后 就是说通过30年的变化 亲眼见证了整个运河的这种变迁 从原来的那种小河沟 六级航道 到现在的这种千灯机传播 畅通无阻的这种三级航道 这种运河的感情越来越深 越来越牵挂它 逆流而上 不远处就是镇江大运河 曾经使用的另一个口岸 丹土口 随着时光的流逝 丹土口早已隐藏在一片绿色之中 如果不是张空伦介绍 很难发现 西阳西下 落日的余晖洒落在江面 波光凛凛 长江奔流不息 运河充满活力 运河与长江在此交汇 此情此景让我们沉醉 已让我们难以忘怀 镇江是我的第二故乡 流淌千年的运河 离不开历代人民 辛苦地挖掘 开枣和输郡 我非常期待我们的镇江 能够成为运河沿线 一颗璀璨的明珠 对于我们港行人来说 现正的运河的变迁 我们应该传承好 大运河的这种 默默奉献的这种品质 更好的风雨传名 让名城镇江真正地刨起